艾草有非常多的功效,可以对一些经期不稳定的女性起到了调解作用,对到部分孕妇也能起到保护肚子里面的宝宝的作用,还可以去除寒冷的气息,暴胀自身身体的暖和,继生自身的免疫力,还可以当常文箱使用。 当然,使用艾草煮出来的热水,用来给宝宝冲倒的话,结果肯定是非常好的。 在很久很久以前,我们的新组就有给婴儿煮艾草,然后用煮好的热水给婴儿冲澡的习惯。 那么,艾草洗澡的益处都有什么呢? 家里有宝宝的各位宝妈们都会发现,在夏天来临的时候,小孩的身上特别容易会起肺子,然后许多新手宝妈在喷了六神,用了一些去除肺子的粉之后还不见效,就开始干着急了。 这种情况,你就可以试着给宝宝煮一大盆的艾草水,让它在里面洗洗澡,只需要一到两次就能有比较显著的效果。 做法非常的简单,第一步,用大约35颗的艾草放进锅里,加适量的水煮一克中,煮的越是浓密越好。 第二步,用毛巾等工具,将艾草水均匀的擦续在宝宝身上找肺子的地方。 第三步,擦完一次过后,把内心艾草水倒入早盆中,然后让宝宝进去洗澡,洗完以后不要再用清水冲洗了。 直接出去穿衣服就好了,大约一周洗个三到四次左右,就能轻易的去除被子了,而且也可以使得皮肤更加光滑。 实际上,用艾草煮的水来洗澡,不仅仅是对宝宝有益处,对大人来说可以去除身上的意味,可以说是全民间可以使用的妙方了。 而且,用艾草煮的水去洗头发,不但可以使头发不会再有粘力的,还能防止掉头发,去除头皮屑,那非常有益处的功能。 做法和下面差不多,第一步,先用艾草煮好一大盆的水,煮得越浓腻越好。 第二步,用煮好的水将整个头发打湿,并且用毛巾或者浴巾把头发包起来,让头皮能有足够的时间吸收艾草水,大约10分钟左右。 第三步,用温热的清水将头发洗干净,也可以用洗发水。 第四步,把手指当春头梳,反反复复的在头上来回梳一百下就可以了。 在最开始用这个方法的时候,每一周都要至少洗三次,等到发现自己的头发没有以前那么油,头线比起以前也上了很多的时候,就可以降低到每周洗一次左右,就相当于是持续的保养,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头疼。 其实在中国,有许许多多的草药,都对我们的生活有不少的益处,而且这些草药还很有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,只是我们没有发现,或者是不知道它的功效而已。 不知道,各位早爸爸妈的家里面,有没有这样的祖传庙方吗? 欢迎在下方留言,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,自己知道的那些庙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